去年夏天我在街边偶遇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老大爷 出于好奇我当时就拿了一些咖啡生豆 让大爷帮我烘焙了一些咖啡豆 在前两天我在刷某橙色软件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老大爷烘爆米花的mini版的铁路子 当时心想 我是不是能够用这个mini的小家伙来复配一下老大爷的手艺 于是几天后我就拿到了这个mini版的一炮走红爆米花神器 接下来几天我就开始尝试这烘咖啡豆 记得上次老大爷提过 用这个烘焙咖啡豆不能像爆爆米花那样直接爆出来 熟了之后要先放压力出来 压力大概在一到两个瓣之间 但是mini的神器压力表最高标记到一个瓣 所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先尝试着烘了第一锅 在烘第一锅的时候 我转转转转转 直到等到六分钟 准备出锅摒弃凝神 先稍微松开一点点螺丝 慢慢的放出来一点气 哇 闻到了这个酒香的味道了 哇 好香啊 不料第一锅以失败告终 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因为第一次的炉子它本来就是冷的 没有一个预热的过程 所以在咖啡豆放进去的时候 可能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才会进入升温 脱水的状态 再加上烘焙的时间稍微有点短 就导致了咖啡豆不熟的情况 从今天研究mini放大器的爆米花机器 我就感受到了之前爆爆米花老大爷的技术 另外之前爆米花老大爷说 咖啡豆不需要爆出来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炉内它不需要有压力 用咖啡豆的时候它要放完压力 再把咖啡豆拿出来 还有像那个南瓜籽它都不需要爆出来 都要放弃 那如果不放弃呢 不放弃爆了全部没有了 就飞掉了 就飞出粉了全部烘了 那我在烘第二锅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不完全拧紧螺丝 留一点缝隙 那在烘焙的过程中 还能根据闻咖啡豆的味道 来判断烘焙的状态 于是第二次趁着炉子已经有了第一次的预热 我又倒入第二锅咖啡豆 那这次的转动我也降低了频率 让整个炉子受热更均匀一些 我现在已经闻到了这个好香的咖啡豆的味道 这个时候我就灭了火 等待第二次的结果出炉 那依然是先松开一点点 缓缓地放出压力 那这锅由于我没有完全拧紧 所以说里面的气体比较少 然后等待咖啡豆出炉的那一刻 那这一次伴随着香醇的咖啡的香气 那咖啡豆终于成功的出炉了 然后等下我们要尝试一下 把刚才这个烘好的咖啡豆 我们制作一下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是云南的一个特殊处理法的一个咖啡豆 虽然说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浅 但是应该也能喝了 是属于浅烘焙的 然后接下来用这个手摇磨豆机 哇一种日晒发酵的这种味道 已经这个做好了 来分享一下 哇 闻起来是真的好香啊 来毕童先给你来一杯 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新出炉的啊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 刚出门就遇到了一个老大爷 然后呢就骑了一个自行车 他要卖这个冰糖葫芦 然后我就这个追着他跑过去 然后买了这个冰糖葫芦 喝一下 嗯 虽然说有点淡啊 还可以 这个黏味有了 搭配这个糖葫芦 来这个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好不好 来给大家吃一个 那记忆中呢 我小兽过年都是伴随着大雪 鞭炮 芝麻糖 糖葫芦 爆米花 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吃 那家人呢 围在一个桌子上享受着亲人之间的团聚 家庭的温暖 那在互联网和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发现好像再也回不去小兽过年的那种氛围 在传统技能逐渐被机械化取得到今天 那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带给大家一些回忆 也祝大家在即将要来临的牛年 首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开心的心情 那希望大家牛年大吉 一切奋力 十来一转 方大财 吃喝玩乐 好运来 牛转前分 大家牛年大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